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Polka参长的故事时间 以及YouTube频道Polka Polka故事村 也请替我们分享节目给身旁的家人与朋友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哦 最近天气真的好热哦 大家在家里有什么消暑的方法吗 今天的小河童日记 小河童他们拿出充气游泳池 准备在家里玩水 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就知道咯 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 今天的日记是 6月20日快被太阳烤焦的日子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喝再多的冰麦茶 吃再多的爆冰 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有什么方法可以消暑呢 啊 我差点就忘了 今年还没有游泳呢 我们家有一个充气的游泳池 每到夏天的假日 妈妈就会从储藏室拿出来 让我能够在里头游泳 我的充气游泳池不大 我一个人进去的话 可以踢水稍微游一下 如果妈妈要一起下来玩的话 就会太挤 完全动不了 所以妈妈通常只会在旁边跟我聊天 而且她说她用看的就觉得很凉爽了 不用一起游也没有关系 而今天刚好是星期天 真是适合游泳的日子 我们满心期待的拿出充气游泳池 妈妈负负责让游泳池灌饱器 而我负责将充气气球吹满气 并且还准备了一些不怕水的玩具 打算拿到游泳池里面玩 但这个时候妈妈突然说 奇怪了 为什么游泳池一直充不了气呢 怎么会这样呢 看着电动充气机努力的充气 但游泳池的游泳池 但游泳池膨胀的速度却很缓慢 而且当充气机停下来时 游泳池里面的气就会快速的消失 看来游泳池好像破洞了 我和妈妈找了一阵子 发现游泳池的侧边破了好大一个洞 我们试着拿胶带黏起来 好像有一点效果 哦好吧 只是气漏得比较慢一点 看来最近都不能游泳了 我沮丧地将我的充气气球消气 把原本拿出来的那些玩具 统统收起来 过了一下 我听到妈妈喊着我的名字 嗯? 妈妈在哪里呢? 我找了一下 我找了一下 才发现 妈妈她在浴室里面 她说 虽然 今天没有办法在游泳池里游泳了 但我们可以在这里游泳哦 嗯? 是哪里呢? 啊 啊 原来是浴缸里啊 妈妈看到我收拾玩具 失望的表情 所以偷偷在浴缸里放满水 想要给我一个惊喜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之前我也曾经把浴缸放满水 试着在里头游泳过啊 我赶紧回到房间 将刚刚收起来的玩具 统统再拿出来 搬到浴缸里面玩 我坐在浴缸里面 开心的用脚轻拍着水 看着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谁?是谁拿水射我? 回头一看 看到了 是妈妈拿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水枪 躲在门的后面 尖笑着呢 诶?借我玩? 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 大家在家里 不妨也试试看在浴缸里游泳 当然 如果家里有充气游泳池 会更方便一些啦 那么 如果你喜欢小河童 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 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 一共三册 那最近村庄的粉丝页 也有赠书抽奖的活动 欢迎到Facebook粉丝页 PokaPoka故事村 参加抽奖 将关连结 村长也放在本集的简介里哦 那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一次Poka村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再见咯 旧 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